從六個分開始 台東地區就一直出現高溫 大部地區吹了幾六天的暑風 早上溫度十多到三十九點兩度 創下今年新冠溫 也是全台六四百地區的高溫 天氣十多到東北條 民眾都走去搶水 有一些咖啡酒團做了再見 讓高溫小孩應用到今年的散流 台東地區今天也是日頭恰恰 雖然前一夜落了一堵大火 不過對部分已經被燒風吹了十幾天的咖啡酒 一點點幫助也沒有 湖上去 維護生小的咖啡刀 也壞掉了 應用今年的咖啡修盛 所有今年的鬥我就覺得是說很危險 這根本就沒辦法採收 這慢慢它就會黑掉 整個就黑掉了 就沒有辦法收成 國溫的現象 未來未婚開始就一直 應用台東地區 台北洋國下吹了十幾天的燒風 相關溫出現在長江島關達三十九點幾度 董北條的民眾在廚北店噴水降溫 出店的小朋友也走去水來 你們看一看 天氣燒熱民眾早起生水 雖然可以享受清涼 不過也要注意安全 危險的指標千萬不要流水 以便發生危險 記者中下報道 請看一看 請看一看 請看一看